左宗航 晚清最后的硬骨头 他财官西征 血战到底 成功收复了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 国之疆土 尺寸不可让人 胆敢犯我者 干他 公元1864年 清朝被太平天国运动折腾得够呛 不暇顾及新疆 于是新疆各地就冒出了各种大小王 乱作一团 这时候中亚的浩瀚韩国将领 中亚图乌阿古百 也趁乱入侵新疆 我看这个地儿挺美啊 于是收拾完当地的大小王之后 接着1867年 阿古百在新疆的土地上建立了哲德沙尔韩国 他还得到了英国和沙俄的支持 这帮人得舍得不行 187年7月沙俄也趁机亲自下场了 直接占领了伊犁 喂喂 我们来伊犁是维护边疆秩序的 以后会还给大清的 维护秩序 要脸吗 只要不要脸 世界都是你的呗 时任散干总督左中堂也忍不了了 多次向朝廷上书 收复新疆 但此时1874年 日本侵占台湾 这可把李鸿张下了够呛 他要力挺海防防务至极是加强海防防住日本 新疆那个不毛之地不要也罢 这个观点遭到了左中堂的强烈反对 我退寸而扣进尺 所以海防赛防二者并重 国之疆土 尺寸不可让人 咦 左中堂的建议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的大力支持 接着慈禧点筹赞同之后 1875年5月 左中堂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督办新疆军武 兄弟们 那就开干吧 等会等会 好像少量东西 嗯 没有钱 说的这么热血沸腾 没有钱 打个毛线呢 没办法 经过计算 左中堂向朝廷申报了一千万两的军费 我去 我的开销也很大呀 嗯 不不不 是国库空虚 张口就要一千万 想什么呢 最后朝廷只给了左中堂五百万两 嗯 这哪够啊 没办法 左中堂只能自己向洋行借了五百万两高利贷 勉强凑齐了启动资金 唉 可真不容易啊 开招 1876年4月 左中堂坐镇数州 正式出兵西征 清军一路激战 8月18日攻下乌鲁不齐 随后攻克昌吉和马拉斯 接着次连4月 清军又相继收复了南疆门户 打板城托克逊 图鲁翻山城 这时候阿古板一看这一群士 一屁股都在地上 浮毒自杀了 这一下 折德沙尔韩国自己就乱了 清军乘市逐步收复南疆 最后在1878年1月2日 收复了河田 仅一年多 左中堂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 接着就该找沙鹅 还我伊犁 归还伊犁 想多了吧 想要自个谈去 大清朝廷二话不说 就派了一个不懂外交谈判的重后 去沙鹅谈判 结果1879年 重后在俄国人的威逼之下 擅自跟他们签订了条约 条约中 俄国人只答应归还伊犁城 这文字游戏玩得好 无耻 这个条约可把左中堂给气炸了 一副王炸都能打成稀烂 不行 重新谈 次年 大清朝廷又派出了张继泽出使沙鹅 重新谈判 与此同时 又是发碎了左中堂抬着自己的官线 再次率军牺牲 要为收复伊犁 血战到底 合过来一看 呀 来要帮不要命的 于是沙鹅火速征兵伊犁 我去 刚跟土耳其打完 再打 我们也受不了啊 要不就让点 由于左中堂的压迫感 在谈判桌上 沙鹅终于让步了 1881年2月 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 其中沙鹅归还大部分伊犁土地 而这个结果 让左中堂依然很郁闷 新疆建省在他的推动下 1884年新疆省正式建立 1885年 左中堂在福州病逝 享年74岁 民族英雄 左宫千古